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等于中国国土面积的1.5倍 是全世界最大的无人区 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以冰雪的形态保存在这里 尽管南极严酷的陆地环境不太适合生物生存 但在冰面之下 广阔的海域中 生存着极为庞大的海洋生物群 大至金类 小至林虾 一起构成了南极丰富的生物资源 另外南极地区的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也非常可观 煤铁油的储备均位列世界各大洲之首 天然气资源丰厚 有色金属资源更是从常见的铜千辛等到稀有的金银等一应俱全 除此之外 南极地区的风能 地热 潮汐能源 以及一些特种微生物资源等 都具备着极大的发掘利用潜力 因其资源的诱惑力 南极州的归属问题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国际争端的焦点问题之一 出于对国际和平与全球生态的双重考虑 国际上普遍达成了禁止南极主权争夺 与禁止南极资源开发的共识 并通过各种协议峰会等保障共识的贯彻落实 尽管此类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各国在利益诱惑下的民争暗斗 但也能从整体上维持南极地区无人无主的现状 摇摆着身躯的可爱企鹅 与风雪漫天的苍茫冰远 还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构成普通民众对南极的整体印象图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